大家好,这里是脑补军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非常神秘又有趣的话题 麦田怪圈 早在1974年11月16日 阿雷西伯望远镜就向遥远的M13球状星团 发送了一条无线电信息 内容涵盖了人类和地球的大致情况 要知道 M13距离我们地球超过25000光年 这意味着这条以光速传递的信息 至少需要25000年才能到达那里 即便M13真的有外星人 并且他们愿意回复 这条信息的往返时间也得长达5万年 因此在当时科学家们的眼中 这更像是一种象征性的仪式 没人真的期待能够收到外星人的回信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 27年后的2001年 英国汉普郡切尔伯顿 射电望远镜附近 竟然出现了一个神秘的麦田圈 这个麦田圈所表达的内容 竟然与27年前发送的 阿雷西伯信息不谋而合 仿佛我们真的收到了外星人的回信 在深入探讨麦田圈之前 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它 麦田圈顾名思义 就是出现在庄家地里的几何图案 这些图案形态各异 有的像是花朵 水波 有的则是圆圈 昆虫等 每一种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优雅而精致 它们的大小也各不相同 小的直径可能只有几米 而大的则能达到几百米 迄今为止人类已经发现了超过一万个麦田圈 其中最为壮观的莫过于名为 人体蝴蝶的那个 它的直径竟然达到了惊人的四百五十米 这些麦田圈遍布全球五十多个国家 而英国则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地方 特别是在一些古仪记旁 如巨石镇等地 时不时就会冒出一两个麦田圈 值得注意的是 麦田圈不仅仅出现在麦田里 玉米地 油菜花地等地方也都有发现 关于麦田圈的形成原因 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 大多数人认为 这些图案是人为制造的 是一种艺术表达方式 而有些人则坚信 这是外星人的杰作 因为麦田圈的图案太过完美 精致 超出了人类的能力范围 还有一小部分人认为 这是一种神迹 是神级与人类的某种提示 不论其成因如何 所有麦田圈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 它们大多在夜晚或凌晨时分神秘出现 许多目击者都表示 前一天晚上地里还一切正常 但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 地里不知何时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麦田圈 仿佛一夜之间就完成了 实际上 说是一夜之间可能都有些长了 因为有证据表明 麦田圈的形成往往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这些令人惊叹的证据 我会在后面为大家详细展示 说完了这些 我们再来追溯一下麦田圈的历史 最早的麦田圈记录可以追溯到17世纪 当时牛津大学的教授罗伯特·波蒂 在他的书中首次提到了麦田圈 他亲眼目睹了自家附近的一个麦田圈的行程 并描述说是一道亮光过后 图形就突然出现了 波蒂甚至还将这个形状画在了书上 以证明自己的所见所闻 几年后 英国又出版了一本名为《割草魔鬼》的小册子 书中描述了一块燕麦地 在一夜之间被整齐地割倒了一大片 而且在事发前晚 有人声称在这片地里看到了火光 因此人们开始怀疑 这是恶魔所为 割草恶魔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 这两个案例是关于麦田圈的最早书面记载 充满了神秘与未解之谜 进入现代 关于麦田圈的案例和照片层出不穷 早在四五十年代 就有人捕捉到了麦田圈的影像 那时候的麦田圈相对简单 可能只是由几个原组合而成 因此并未引起大众的广泛关注 许多人将其视为一种自然现象 当时甚至有学者提出 麦田圈是由大气气旋 如暴风 龙卷风等自然力量造成的 这一解释在当时虽然无法被反驳 但也并未得到广泛认同 因为麦田圈的神秘性 仍让人摸不着头脑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技的发展 麦田圈的复杂程度与日俱增 2004年 在英国威尔特郡 出现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麦田圈 其内部的复杂构造 令人叹为观止 2008年 同样在英国 又出现了一个 由大量圆形构成的麦田圈 除了对称的圆形麦 其他圆的大小 还有细微的差别 展现出了极高的精致度和完美性 这样的构图如果是由暴风 龙卷风等自然力量造成 显然难以让人信服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 麦田圈是人为制造的 确实 随着技术的进步 如无人机 激光测绘等现代科技的应用 人为制造麦田圈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早期由于技术限制和工具简陋 制造出的麦田圈相对简单 而现在 有了先进的工具和技术支持 麦田圈的复杂程度 自然水涨船高 1991年 英国两个60多岁的老人 道格和大夫声称 他们就是麦田圈的制造者 使用的工具 仅仅是一块木板和一条绳索 然而 这种说法很快就被质疑 每年世界各地出现的麦田圈 多达上百个 这两个老人不可能满世界跑 更何况 大多数麦田圈都是在半夜形成的 两个老人如何在黑灯瞎火的情况下 一夜之间制造出如此精美复杂的麦田圈呢 这显然不太现实 这两个老人的言论虽然引起了轰动 但也给麦田圈事件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他们的启发下 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制造假麦田圈 从90年代开始 假麦田圈的数量激增 如今真麦田圈的数量 大概只占总数的十分之一 其他绝大部分都是人为制造的 那么 面对如此多的假麦田圈 我们是否有技术来辨别真伪呢 答案是肯定的 其实 真假麦田圈在细节上 是有明显区别的 真正的麦田圈中 倒下的浓作物并不是杂乱无章的 而是会形成一小撮一小撮的纹理结构 如果从空中俯瞰 这些倒幅的浓作物会呈现出一个漩涡形状 而假麦田圈则没有这些特征 因为在造假过程中 人们往往会在上面踩踏 导致浓作物东倒西歪 杂乱无章 缺乏那种精致的纹理结构 而在伪造的麦田圈中 诸如道格代夫这样的造假者 通过踩踏木板 强行压制浓作物 结果往往导致 竞感被直接压断 想象一下 如果那是一片油菜花田 满地散落的油菜花 将是造假行为的明显证据 然而 在真正的麦田圈中 尽管作物呈现倒幅状态 但仔细观察你会发现 小麦的竞感并未断裂 它们只是从纵向生长 变为了横向生长 更为神奇的是 导服农作物的第一个节点 竟然被拉长了45%至200% 麦穗的蛋白质含量 更是高出正常作物50% 产量也略有增长 由此可见 真正的麦田圈 对农作物的损害微乎其微 那么 从这些细微差别中 我们不禁要问 道格和大夫这样的造假者 真的能够复制出如此完美的麦田圈吗 哦 对了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 那就是 伪造的麦田圈 通常会在外围留下踏痕 毕竟造假者需要进入现场进行操作 但有趣的是 有些麦田圈附近 却没有明显地进入路径 这就像是天空中突然出现的一个大印 神奇地盖在了麦田上 对于这一问题 记者曾采访过道格和大夫 他们的回答简直令人啼笑皆非 他们声称 是用撑干跳的方式 进入麦田圈的 两个六十多岁的老人 半夜里玩起这种高难度动作 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如果他们真的能做到这一点 我建议科学家们 还是先放下麦田圈的研究 去好好研究一下这两位老人吧 之前我们提到麦田圈里的农作物 发生了弯曲 那么这种现象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 达特茅斯大学与麦田研究专家携手合作 在过去的十年里 对超过两百个麦田圈 进行了深入采样研究 他们惊人地发现 节点的弯曲竟然与电磁辐射有关 在实地考察中 他们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正常的麦田圈成熟后 都是弯曲的 而麦田圈中倒幅的小麦麦穗却异常挺直 即使人为掰弯也会迅速恢复原状 这无疑是电磁辐射作用的有力证据 此外 研究人员还在一些作物的店 第三节点处发现了爆痕麦弹 这些爆痕就像烟花爆竹留下的痕迹一样 进一步证实了电磁辐射的存在 电磁辐射的原理 与微波炉加热食物相似 当作物受到强烈的电磁辐射时 其内部水分迅速加热膨胀 从而导致节点处出现爆裂孔洞 更有趣的是 许多目击者都提到 在麦田圈形成的过程中 会弥漫这一层雾气 这其实是麦杆内水分 被瞬间蒸发所产生的现象 研究人员推测 这种技术需要高达 6000至8000摄氏度的高温 而且必须确保小麦不被烧毁 这种近乎神话般的技术 显然超出了人类现有的能力范围 除了作物本身的变化外 研究人员还发现 麦田圈下方的土壤 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通过显微镜观察 他们发现土壤中掺杂着 许多直径在10至40微米的小铁球 这些小铁球 经过检测证实 已完全磁化 这一发现为解释 所谓的幽灵麦田圈 现象提供了线索 幽灵麦田圈 指的是在麦田圈出现的 后续年份里 即使农作物已经收割 土壤经过开垦 新长出来的小麦 仍然会呈现出麦田圈的痕迹 这种痕迹 往往需要数年时间 才会逐渐消失 此外 许多参观过麦田圈的人都反映 在进入麦田圈后 它们的电子设备会出现失灵现象 这进一步证明了麦田圈中 确实存在磁化现象 经过对麦田圈特征的详细探讨 我们不难发现 真麦田圈的存在 是确凿无疑的 它所展现的制造科技之高超 以至于目前的人类技术难以企及 因此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 麦田圈的出现可能与外星人有关 那么这一结论是否有确凿的证据支持呢 事实上 确实存在这样的证据 1996年8月11日 在英国威尔特郡的奥利福城堡附近 一位名叫约翰 威利的年轻人 意外地拍到了麦田圈的形成过程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麦田上空有一大一小两个光球 在绕圈飞行 紧接着 下方的麦田圈 就像魔术般凭空出现 令人叹为观止 当时的情况是 约翰 威利这位年仅19岁的麦田圈研究爱好者 特地来到威尔特郡 入住一家旅馆 准备第二天前往参观麦田圈 然而 不巧的是 第二天下午天气恶劣 阴冷且大雨滂沱 旅馆里的游客都不愿意陪他一同前往 于是约翰 威利决定独自行动 当晚 他在一片麦田中支起帐篷过夜 凌晨4点左右 帐篷外似乎传来了异样的声响 他好奇地探出头来查看 竟发现两个白色光球 在田野中盘旋 他迅速拿起摄像机 记录下了这一神奇的现象 据他描述 这两个光球 在田野上空飞行了整整15分钟 才逐渐消失 之后 他兴奋地带着这段影片回到旅馆 向众人展示 当他回到旅馆时 大约是早上10点40分左右 旅馆里的人们看到这段影片后 无不感到震惊 很快 这件事就在人们之间传开了 由于麦田圈的形成过程 如此突然和神秘 给人一种不太真实的感觉 值得一提的是 约翰 威利拍摄的原片 长达15分钟 那么 这部原片 如今身在何处呢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 在约翰 威利拍摄到这段影片后不久 一位名叫彼得 索伦森的人 以制作纪录片的名义 向他借用了原片 由于当时约翰 威利只有19岁 他轻易地相信了对方 将原片交出 然而 后来彼得 索伦森 却突然回来告诉他 原片被盗了 现在只剩下一段 15秒的剪切影片 这就是我们现在 所看到的 关于约翰 威利的这段故事 那么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如何呢 首先 澳大利亚 Nexus 杂志的一名记者 曾亲自前往 伦敦一家实验室 对这段15秒的影片 进行了逐针检查 结果并未发现 任何人为修改的痕迹 此外 还有传言称 有人看到约翰 威利在回旅馆前 曾前往附近的一个城市 于是猜测 他是否在那里找工作室 对影片进行了修改 然而 这种猜测 似乎站不住脚 因为如果约翰 威利真的这么做了 那么他首先需要 确保旅馆的人 不愿意陪他 一同前往麦田圈 同时 他还需要在一夜之间 制造出一个麦田圈 来配合他的影片 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事发之前 曾有人经过那片麦田 他能够证明 前一天那里 还是一片完整的金黄色 这意味着 约翰威利 需要在短短一夜之间 完成麦田圈的制作 之后 还得将影片送到附近的城市 进行修改 并在次日早上 10点40分前 赶回旅馆 如此紧净的流程 是否真的可行 是否显得有些匆忙呢 此外 2004年 一位纪录片导演 曾尝试复制这样的影片 他请教了一位迪士尼动画师 动画师在仔细研究后指出 以当时好莱坞顶尖的特效技术 至少需要四天时间 才能制作出类似的影片 而且难以保证 与约翰威利的作品一样 毫无瑕疵 这里提到的 当时指的是2004年 而约翰威利拍摄影片的时间 还要早 是1999年 这不禁让人感叹 一个19岁的少年 竟然能仅凭一家 普通工作室的技术 制作出令八年后的 好莱坞动画大师 都自愧不如的作品 坦白说 这样的故事 的确让人难以置信 因此我倾向于 相信这段影片的真实性 除了约翰威利的影片外 还有许多其他影片 也捕捉到了 麦田上空出现的白色光球 这些光球 不仅频繁出现在田野中 甚至在喧嚣的市区 也是有现身 2018年 有游客在加拿大 某景点附近用手持 DV拍摄到了一个 快速移动的光点 通过慢镜头回放 我们可以更清晰地 观察它的轨迹 根据这些影片的分析 这些光球的大小 大约与一个足球相当 鉴于它们的尺寸 这些光球 不太可能是载人的飞行器 因此推测外星人 可能利用它们进行探测 或其他功能 比如制造麦田圈 那么 这些神秘的光球 如果是麦田圈的制造者 它们制造麦田圈的 目的又是什么呢 是为了向人类 传递某种信息 还是仅仅为了娱乐 以某个特定的麦田圈为例 当它首次出现时 人们都惊叹于它的美丽 但关于它所代表的具体意义 却无人能解 直到后来 一位数学家 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他认出这个麦田圈 所呈现的正是圆周率的图案 从中心开始 每一部分图形的长度 占整个圆周的比例 恰好对应一个数字 比如低段长度 占圆周的30% 代表数字3 甚至连小数点后的数字 都精准无误 如果你不相信 可以暂停影片仔细观察 这个麦田圈的精确度 甚至延伸到了小数点后 十位数 最后以三个等比例元作为结尾 基于这样的观察 人们猜测 每个麦田圈 可能都蕴含着某种信息 只是我们目前的智慧 还不足以解读它们 而在2004年 有人在罗斯维尔地区 意外发现了一块刻有奇特符号的石头 起初 发现者以为 这只是人为雕刻的石头 并未多加留意 只是默默收藏起来 然而 有一天 他突然发现 石头上的图案 竟然与1996年 在英国出现的某个麦田圈 几乎完全一致 罗斯维尔曾发生过 著名的飞碟坠毁事件 这两个发现之间的联系 引起了人们的猜测 有人推测 麦田圈可能并不具有 特定的实际意义 而是外星人留下的一种符号 或许代表着某个外星种族 或联盟的标志 也许对于外星人来说 制作麦田圈只是一种游戏 就像我们在旅游景点打卡一样 留下某某某到此一游的痕迹 还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 是关于名叫罗曼斯基的 电气工程师的 他在仔细研究了麦田圈后 深信其中蕴藏着巨大的秘密 于是决定亲自去破解 他的方法与众不同 没有像其他人那样 直接解读图案 而是将图形复制下来 导入3D软件中 通过绕中心轴旋转 形成了一个立体图案 在此基础上 他又陆续建立了 其他麦田圈的模型 并将这些模型组合在一起 最终形成了一张详尽的蓝图 蓝图上展现出的内容 看上去就像是一台精密的机器 经过深入研究 罗曼斯基认为 这台机器具备改变重力 扭曲时空的能力 换句话说 这很有可能是一台能够实现 超光速旅行的取速引擎 虽然想法非常吸引人 但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 罗曼斯基无法独自完成 这个项目的制造 于是他找到了一位电影制片人 寻求帮助 制片人听说后 立刻表示支持 两人迅速行动 组建了一个团队 并联系好了制造商 经过三年的努力 第一台原型机 终于被成功打造出来 然而 令人失望的是 这台取速引擎 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很多人因此嘲笑 他们的异想天开 但我认为 无论结果如何 这种勇于尝试 敢于实践的精神 是值得肯定的 遗憾的是 由于资金短缺 他们的研究 最终无法继续下去 除了罗曼斯基的研究外 还有科学家提出了 麦田圈的另一种可能性 他们可能代表着某种声音 这一现象 在古代非洲已有发现 部落里的人们在击鼓时 鼓面上的沙粒 会根据音调的不同 形成不同的图案 这一现象 也得到了18世纪 德国物理学家 音乐家恩斯特·克拉尼的证实 他发现当在金属板上撒上沙子 并施加声音震动时 沙子会形成特定的图案 只要震动频率保持不变 图案就会保持一致 一旦震动频率改变 图案也会随之变化 基于这一思路 我们可以推测 麦田圈的图案 可能正是某种声音的体现 有趣的是 沙子的图案 与麦田圈图案 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如果这一结论成立 那么外星人可能正是通过麦田圈 向我们传递某种声音信息 遗憾的是 我们目前还无法通过图形还原声音 因此 这只能作为一种猜想 尚未得到证实 然而 也有反对者认为 这种可能性不大 他们认为 如果外星人想要与人类沟通 完全可以直接出现 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这种说法 似乎也有其合理性 关于麦田圈的含义 众说纷纭 至今未能形成统一的意见 因此 对各种理论的研究 显得尤为重要 接下来 我们就来回顾一下 历史上那些充满趣味的麦田圈事件 2001年8月14日 英国基尔伯顿射电望远镜旁的麦田 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图案 初看像是一堆草垛 令人费解 直到直升机飞掠上空 才发现 这原来是一个人类头像 三天后 旁边又出现了一个麦田圈 被称为阿雷西伯回线 27年前 阿雷西伯曾向M13球状星团发送信息 这张图 正是那串二进制信息的图形表示 这信息内容丰富 从数字基础到人类 DNA结构 再到太阳系示意图 无不展现了人类的特征 那么 外星人的回复又说了什么呢 它们的生命以硅元素为基础 DNA结构似乎是三螺旋的 身高较矮 人口众多 它们的太阳系中有三颗行星被占据 还展示了一个巨大的机器构造物 有趣的是 一年后 有人发现 这个图形与之前的一个麦田圈 完全相同 似乎外星人早已将信息隐藏在麦田圈中 只是我们尚未解读 2002年 英国汉普郡出现了一个带有阴影效果的外星人 投向麦田圈 旁边还有一个二进制代码盘 人类首次从麦田圈中读取了文字信息 内容警告人们 要小心那些带有虚假礼物的人 虽然痛苦 但还有时间 善良仍然存在 并提到了 欺骗者通道关闭 这似乎是外星人对人类的提醒 暗示着某些潜在的危险 2009年 英国威尔特郡又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麦田圈 上半部分像是飞船或巨鸟 下半部分则有神秘符号和外星人投向 而2020年5月 在英国发现的冠状病毒形状的麦田圈 虽然当时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但后来的研究表明 这个麦田圈似乎在提示我们关注病毒的特定区域 这对医学研究或许具有重要意义 这些麦田圈事件让我们不禁思考 外星文明是否真的存在 它们是否正在通过某种方式与我们沟通 虽然目前我们仍无法确定这些麦田圈的确切含义 但它们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索未知世界的窗口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点赞和分享哦 同时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以便及时收到我们的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 期待与你一起继续探索这个神奇的世界 最新的观点 好的 我们下期再见 每一次 今天